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其他人来分享一下 如果教会要真正明白自己的身份 如果教会要宣讲他的讯息 是准确有力的话 他必须很清晰知道 圣灵与自己的关系 今天圣灵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人真是将圣灵 将教会来局限在一个所谓宗教的角落 宗教的领域 我不能够同意 当然教会也不能够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是怎么样 其实教会到底是所宣讲的是什么 到底他在这个世界历史里面 他有些什么的作用 还是其实很宗教性的 没有作用的 还是翻天覆地 能够真是 启动一个历史的新方向 使到这个新天新地 新王的管治真的会展开呢 我不知道大家思想这个信仰的时候 思考了多少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认识很少 不过我真的做牧师做了很久 虽然我的样子不像 不过其实我真的做了很久 从80年代做到2010 叫做退休 2010到现在已经19 都还是做这个牧师 我真的不懂得做 但是我祈求主继续教我 懂得怎么样做 不偏离他的心意 能够更加忠于他的托父 所以请你一边听 一边为我祈祷 如果我说错了 你可以打我 我是一个可以被人骂的人 被人挑战的人 我是希望能够 和弟兄姊妹 在这个世代 这个弯曲缚茂的世代 能够为主 作忠心的见证人 其实见证人 讲开又讲 我不讲也是要讲的 就是忠心的见证 历史的事实 不容忘记 不容扭曲 不容你随意去解读 但是你需要寻找 这个历史的真相 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的宗教 甚至可以说 唯一真是他一切 是根据这个历史 来说话 来发展的 你说是吗 基督教的见证 在说见证什么 见证一位历史人物 生于白利行 成长于拿撒勒 死于耶路撒冷城外 而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 来到行事为人 我很感激 在那六十四位记者的见证里面 有不少位 照我所知道 是信从耶稣基督 我很感激 有一位由多伦多回来 来作见证的 叫做蓝菊 蓝花的蓝 菊花的菊 这位的姐妹 她是恩着信仰的缘故 她在天父面前 来祈求 来将她三十年来 屈在心里面的见证 来说出来 我觉得教会 是扎根于历史 见证历史 耶稣基督的生命故事 是历史的故事 而在这个世界上 当人想抹杀这个历史 叫历史里面真实的见证人 来到禁星的时候 我们是死静靠口的 我们无刀无枪 无权无势 不过我们有个良心 我们有把口 那我们死不了 Amen 不过求主 联敏我们 我们一结症 我们的口 我今天真的很害怕 有些基督徒 一不出声 一出声 就是粗口难舌 实在太多 令他愤怒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 愤怒归愤怒 我们都是求主 给我们一些 更加powerful的说话 来为他发声 好像彼得说 我们所见的 我们不能不说 圣灵降临节 6月9日 2019 其实焦点在哪里呢 圣灵降临的焦点在哪里呢 五秦节的焦点在哪里呢 圣灵的焦点在哪里呢 你熟不熟悉圣灵啊 你注重圣灵啊 我发觉有时候 保守福音信仰的基督徒 被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好像觉得自己很无聊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很灵的那些呢 你觉得自己很powerful的 其实都是有一种 有些东西要学的 有些人是灵起上来的时候 真是很活潑 有些人正经起上来 真是很不灵的 那怎么办呢 有些人灵起上来的时候 就说一定要超自然 有超能力 但这个世界上 真的不是很多超能力的 我告诉你 而且我所见的 逢亲说自己很有超能力的时候 最后都是没什么能力的 有些医治医治医治 后来自己也是死了的 那这个是长一鸣你说什么 那别人真是医过人 那最后也是死的 我是强调的一样东西就是说 到底圣灵五秦节给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呢 我只是说这一样而已 那如果你说是这个神迹歧视的 那我没得跟你说 我只是看见就算神迹歧视 都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就算主耶稣讲到这个神迹歧视的时候 他都将这个神迹歧视 摆在一个更次要的目的那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圣灵 但是我们求圣灵 真是在我们当中 做继续做 他最想做的那样东西 他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师徒行传 我们看到 刚才主席告诉我们 有圣灵所以有教会 而教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时今日 而且我们能够宣告 它存在到永永远远 因为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要将教会再接回去 他的身边的时候 永远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在一个 willing team那里 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 必胜的那一对人 我们真的要 做回一个像样的人 耶稣基督 他来到人世间 他是修复大地 他是展开这个新天新地的新工程 他不只是在做一个 叫我死后面落地獄那样的东西 除非那样东西 是包含了整个上主的旨意和计划 否则的话 我们就陷于一种危机 将基督的信仰 完全个人化和宗教化 我们无权这样做 我们今天讲宣教的时候 其实里面是带着一个 很沉重的挑战 我们都害怕 我自己都害怕 不过我不能够不将 圣经给我所看见的 尽力在今天来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诗图行传》 记载了第一个五秦节 记载了圣灵的工作 有人甚至说 《诗图行传》 其实名字叫错了 应该叫做《圣灵行传》 我同意 好似大光灯地射向耶稣基督 这是J.I.Pekka所说的 他说当圣灵做事的时候 他一定不是叫人看他自己 他一定是好似光地照着耶稣基督 其实如果没有神的灵 你和我都不能够真正信主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根本就没有新的生命 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的历史故事的中心 而我们宣告的就是 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 来修复整个的宇宙 五秦节到了门徒 聚集在一处 忽然天上有大响声 然后有这个火焰 好像舌头鱼和火焰 这样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说起这个谎言来 这个谎言 说起别国的话语来 都是在做一个大光灯的作用 叫人听了之后 就明白所说的 明白什么呢 这些口才讲什么呢 就是使那些本来是没有胆量的 好像不学无术的 加利利的渔夫 本来是害怕得写的 关门的一帮人 能够走出大街那里 试图上街 在那里暂立宣告 这位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那塞勒人耶稣 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怎么立他为主为基督 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宣讲的 是一位复活主的福音 我们听到惯了麻木了 但是我们实在需要 能够学习 好像那些歌迷追星 好像他听他的歌声 一唱出来的时候 就起了鸡皮 我希望我们多些人听到耶稣 要复活耶稣作主作王的时候 是兴奋得起鸡皮的 如果不是我们没有能力 去到为他作见证 因为我们已经 顺化了 我们已经个人化了 我们已经道德化了 其实耶稣基督作主作王这件事 是一个宇宙之间的大事 他胜过死亡复活 这一个是轰天动地的事 求主圣灵 开我们的心眼 感动我们 使这个复活大能的主 再一次 在教会当中被高举 在信徒的生命里面 被经历 更加他作为主 作为基督 这一个福音的核心 重新被我们活现出来 被我们将他来说清说楚 我不知道你何时听得这么清楚 说作主作基督是什么事 随便问一个 你会怎么回答我 我乖乖地听主耶稣话 我和我的主 但是这里讲的是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 这一位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Kurios Yahweh Lord 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宗教里面 就是这位独一无二的耶和华 真神上帝 除他以外 没有别臣 所以我们不是讲 其中一个宗教的思想 我们是高举这位尊贵的上主 作为基督 我相信你全部都知道 基督希腊文 和希伯来文 都是同一个意义 就是受高者 受高的意思 你知道古代要立他做先知 祭师 君王 就是用油 叫在他的头上 而这一切 在人世间 从来都没有一个 真正完美的明君 真正好的治理者 从来都没有一个 是完全将神的心意 表白得清清楚楚的先知 从来都没有一个 是能够为我们随随 带我们走过又生又活的路 坦然无惧地 进到上帝面前来的 一个完美的祭司 唯有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王 当然更重要的 一个事上被忽略的故事 就是他是历史的主人庸 他是历史的主宰 他是坐在历史的审判台上 主审的唯一的法官 有什么含义 在初期的教会 他们饱受各种的压力 包括这个罗马 那个的宜教政府 包括这个海撒 那种义教的夹来 政治夹来 宗教 狂妄无比的大力 海撒说 I am Lord 我是主 你在那种场合 你是跟从耶稣基督的 你敢说话吗 你够胆说 不是 未必你不需要这样 对着讲 不用出声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够胆说 耶稣基督是主 将这个翻译到现代来 我们今天教会 今天基督徒 应该怎么生活 你自己想 我不说不多说 再说会被人骂 但是我只是说一个 我认耶稣基督是主 除他以外 在没有主 除了基督 我没有王 不过今天这个世界 不关我事 我没有特殊能力 静瘫 今天这个世界 是悲哀到 当时那些法尼采人 宗教领袖所做的事 在教会里面仍然听到 有危难的时候 他们说 除了海撒 我们没有王 求主恩待我们 耶稣基督 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至十三节 这一章给我们看见 他是那个焦点 他是整个焦点 他是曾被杀让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 买了人来 他的拯救 是属于全世界的民族 全世界的民族 都要离开撒旦的权势 来归向神 全世界的民族 他们最终的国民身份 更重要的那个 是天国国民的身份 这个是超越了所有的 而这个也是跟 俗世的思想是对着缸 俗世的思想是说什么 都说大同 都说世界大同 但是没有上帝的大同 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there is no hell there is no religion well 看你在说什么 当你说 no religion 都是一个religion的时候 其实你在说什么 nothing is something 这个世界是 很多迷惑人的东西 但是耶稣基督 是将一切的迷惑 来打破 因为我们是受造者 因为我们是背叛者 而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 是背叛者 能够成为上帝所拥抱的国民 甚至成为侍奉敬拜上帝的人 作祂的祭司 并且要在地上执掌王权 是恢复山 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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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在人身上应有的荣耀 人在人性里面应有的一切尊严和荣耀 这些是我们所追求的 不过又是被扭曲的 有些人追求那个人的尊严的时候 他结果将人类的生命的宝座 来将人摆上去 结果又是拜偶像 结果就是一塌糊涂 所以今天有些人 告诉我 陈牧师 除非你能够从圣经里面 向我证明到有这个民主 我就才会开始注意 我说不用说得这么大 有些已经有共同意 不过我明白他说了什么 他说当人以自己为最高的主宰的时候 他追求到什么 他最后都是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说清楚是什么 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就是他作主作王 以至我们能够也成为 一个与他一同管治的人 唯有一个被管治的 被耶稣基督管治的 才有资格坐在他的座位上 与他一同管治 其实那个原因就是说 当我是信服耶稣基督 天国的权柄 陈在我的生命里面 而我真的信服圣灵 真的信服他的管治的时候 我同时也将天国的管治 一直延伸出去 直到耶稣基督亲临这个世界 实现了他整个的王权 所以我觉得跟从耶稣基督 真的好得无比 因为我原本是一个疯的人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管治我 今天没有盼望 当然你看我都不是很有盼望 但是我比较我以前 真的多了很多盼望 而且我继续越老越知道 我去信服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越来越有盼望 因为我最终的结局 是胜过罪恶死亡复活 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一同作王 所以我挑战你 将自己的生命彻底的交给耶稣 他喜欢你做什么 你就好地去做 因为天上的异象 是告诉我们教会的真相 这个就是我们充满兴奋的地方 世界几黑暗都好 信徒几多被杀害 被殉道都好 耶稣基督仍然拥有他自己的儿女 而且他告诉我们 我还圈外有羊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些话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 经文那时候给我们继续看见 就是有长老 有四活物 有周围很多的天使 千千万万的天使 他们在那里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众赞 还没完 又听见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 天地间 一切被造之物都说 愿众赞 尊贵 荣耀 权势 都归给楚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I have a dream 我的dream就是说 在我们的片土地里面 最大的广场 有一天 那时候是十字架被高举 那时候如果要挂画像的时候 是挂出耶稣基督的画像 在那时候有千千万万的人 在那里说 Hallelujah 全能者作王 愿荣耀仲赞 归给曾被杀的羔羊 我们逐点逐敌的 一步步的 卑微的福音见证 其实是有可能 震撼这个阴间的门户的 是有可能颠覆 这个俗世的任何权兵的 这是我们的信仰吗 是吗 早休息 斩休息 休息 这是一个选择 当时的教会 第一代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们就是个个都 为了作真的历史见证 而牺牲性命 真正跟从主的人 其实都没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求主兼顾你和我的心 在我们真是专注 为王 在一切的领域上面 来专他为王 没有兵 没有枪 没有权 没有势 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 和他的救恩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 有人说你都不用整天 走到外地那时候来做宣教 我不知道接收这个讯息的时候 就好像有人告诉我 是冥恩现在很想 注重这个在本地的宣教 就是说外地的穆斯林 其他的民族 其实你都不用坐飞机很远 去将福音带给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来到我们香港人的家里 甚至好像有些曼加拉的朋友 他们是会认识医疗的 进去家里做医护那方面的家务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人 这个是让我想起 想起比特 想起比特 其实都是很保守的人 我的基督徒 其实我只是说到这么大声 说到很威衰 其实我的基督徒都是水皮的人 很轮盡的人 他并不知道他应该去做的 不过他因为他的民族 因为他的守旧的思想 他突破不了自己 结果要天父 是故意地从天上降个异象 给他 大家记得 里面有很多不洁的东西 叫他起来宰了吃 不要啊 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不行啊 一次 两次 三次 最后他才乖乖地去做 也许我们今天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自己 其实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中国人 有时候真的很萌塞 是很不懂得接纳外族的人 这个心态 我觉得在今天要再提醒一下 调教一下 学习 基本上肯去接触 肯去尊重 然后 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 所谓本地宣教的时候 真的要从自己身边开始 如果主给你有这样的机会 是接触到一些 非我族类的人 要好好地去建立这个关系 不如我好奇一问 有多少人家里 曾经招呼过非中国人 举手看看 真的很少 是的 不敢举手吗 很客气吗 我们真的没有 你问我 我也是很久才一次 因为我们教会有 得认识宣教事 如果不是认识宣教事 你问我 有没有请过人回家 没有 我觉得有点虚伪 如果我们 请人回家都不敢 怎么说我 很爱你 传福音给你 不如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好吗 最后一个问题 不用举手 家里是有外容的 其实你对他 你对他有没有尊重 有没有爱心 还是呼呼喝喝 还是烟尖声门 还是有开工 没有下工 如果你对人是这样 你传什么福音给他的族人 他的族人知道你是这样的主人 他说不要相信耶稣 我说 还没有出去宣教工场之前 才在自己的家里 将他变成一个 好的谦卑学习的工场 我说笑 不如你对他好些 不如你加他身 然后让他 总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怪 从你的怪里 他渐渐闻到基督的轻香之气 其实宣教从来都不是言语 今天很多人也喜欢这些短孙 短孙其实挺好玩的 又有少少英雄意识 又挺浪漫 有时候去好的环境 还可以游山换水 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 牧师 我很不喜欢这些短孙 整间教会好像帮航空公司打工 买机票也很贵 去完之后又没有东西看 我又不知道他这样的批评 是否过分激动了 不过我觉得他有点点 因为如果我们蜻蜓点水 也不下水 其实也是一个失败 如果点水完之后 真的好 教育啟发 接着就有一代一代 新的宣教士 从我们当中出去 也去这些所谓宣教体验团 又有更多的意思 不过我知道大家做得比这一切更加好的 你们有更多的计划 有定点的去关顾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些做法 不过说实话 有宣教士告诉我 其实也很怕那些人定点的来 有些人在香港做这些 南亚裔的工作 做事 很捨棋 很有心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看到有些人 就真的很懂得进入人家的文化 去尊重人 来带领人 不过有些就做到尴尬 尴尬 整天都有些尴尬 又说对着这些族类 不可以和他明刀明枪 全福音架 会死的 接着又帮他搞个报道会 我觉得你说什么 香港的 说什么都不会死 都没有人来做什么 要消化得清楚 服务他 不说就不说 可以吗 即是宣教 到底是否一定要开口说 才叫做埋到单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开了社企 做着做着的时候 又淋了档 又变成自己的一档 有些就营商宣教 营商宣教 即是说我是宣教的 不过我去那里 不可以宣教的 所以我要去那里充咖啡 所以就要付钱 扔本给我开咖啡店 我又不会冲咖啡 又不会做生意 不过我为了保存我这个身份 undercover 然后有很多代号 我觉得如果为政府 你怎样代号 你一入境 我就知道你是谁 对吗 而且现在有这个 容颜的辨识 你以为你真的懂逆容吗 不过这些游戏 我觉得玩是玩得好些 不要玩了些无无畏畏的东西 不过你听了可能很不高兴 我特别是宣教委员会那些人 会憎死我 不过我真是提问提 我希望大家做好那件事 大家真是明白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 真是按照着神的教导 是到处来发光作主美好的见证 是由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被人闻到我们基督兴香之气 不是我们突然冲进去 就捉住他 要跟他说话 其实说话很便宜 说完就走很容易 真是落地在那里生根 落地在那里服侍人 是超级难的 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气 说到冲咖啡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聪明 很聪明移民 很聪明做生意 我不是否定移民 我是对营商宣教的一样的流弊 来提出一个教会 怎样可以纽正回来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鼓励培养之下 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 他就去哪里做后获 去哪里开咖啡店 去哪里开厂做生意 他都是把那个灯台 就在那树 来逐点插旗 多些这样的人 他的营商就成为他的宣教 而不是反过来 将那些应该讲道培养 教导圣经的人 变成一个要去炒咖啡豆的人 为了使他可以留在那里 我觉得这些宣教策略的东西 都是希望今天宣教主日 我反正没什么说 所以就抛一些问题出来 希望我们越做越好 是欣赏冥恩堂 求主真是坚固大家 特别欣赏大家 是轻装上路 连这个地方 都是别人的地方 所以你不用扔一大笔钱 来建这个建筑 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钱 拿出来灵活使用 希望你知道 你教会群体的优势 你已经不用筹款建堂 不过如果你在建堂 又不要停了 对不起 有时很有趣 就是兜兜转转 不过我自己认罪 我曾经服侍的群体 真的买了一座气院 改装都用了很多钱 不过我看着这个钱的时候 我成了一个内疚 我就说 求主啊 我们宣教的经费 何时才能配合到 我们建堂的经费 求主教导我们 让我们懂得 是权衡轻重 我不是说抗堂不好 不是说有自己的堂子不好 因为有时 都要看历史时机 也要看最终的 会不会把我们绑死了 好像香港人公楼那样 不供楼其实也不用死 能够家里面有爱 活得有尊严 这是更好的 不过说完这些 都仍然要追问 为什么搞到我们这些楼这么贵 都仍然是应该为公义 来发声的 求主帮助我们 祝福大家 为了主在这个世代 做一个生命的见证者 或在海外 或在近伦 移民化的人当中 但是求主帮我们 使我们真是 认识祂 有一个大学的口号是这样的 to know Christ and to make him known 圣灵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 认识基督 宣扬基督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让我们懂得敬拜祢 感谢祢 基督 基督仍然坐在宝座上 圣灵仍然在运行 但求祢 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无存清 但求祢 帮助我们 能够归于原点 高举基督 为祢 付上一切 求主带领我们 今天教会 讲宣教差传的主人 求主继续赐福 我们在祢面前 能够坦然无据 一同学习 一同勉励 总要作成祢所托付的功 我们将荣耀仲赞归于祢 奉耶稣基督圣明